熱血政治 本土起義 回來第二節的熱血政治 我們繼續本土起義 要做到本土起義是很困難的 事實上我最近情緒有點低落 為什麼情緒有點低落呢 因為主要都是姨媽道 事實上你現在處於一個很低氣壓的狀況 在政局上來說 一個門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例如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去消化我現在想講的 一個比較容易切入的例子 推介大家看一套漫畫 就是《慈尚遼一個英雄本性》 《慈尚遼一個英雄本性》裏面 講到有兩個男主角 是好兄弟 你們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嗎 沒關係 都是年代久遠的漫畫 《慈尚遼一》就是 馬榮成的樣子主委抄他那個 那套漫畫叫《英雄本性》 或者有些譯名叫《聖堂教父》 其實就是講一個黑社會大佬 和一個議員 最初是議員助理 然後是議員秘書 然後就去參選這個國會議員 他是講兩個好兄弟 好朋友 那個故事是講改變社會 很荒謬的故事 那那個改變社會的故事就是 大家一個就加入黑社會 一個就走向政壇 那就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 去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這個腐敗的 腐朽的日本 然後大概的框架就是這樣 當然中間有很多細節 他們在奮鬥 向上爬 總之大家兩條路向上爬 你就在白道向上爬 我就在黑道向上爬 那個是很典型的 一些 一個 梟雄式的英雄故事的結構 然後 然後 當然中間有很多 很豪情的東西好看 之類的 但我想講的是什麼呢 我想講的是 在一套漫畫裏 以改變世界為目標 或者改變社會為目標 用極端的手段 黑道的手段 或者是 滲入社會的潛規則 從而去改變世界 或者在一個百度的世界 在一個建制的世界裏面 去改變這個建制 然後從而去 希望扭轉這個社會的面貌 我想說 在整套英雄本色裏面 你是找不到泛民主派的角色 當然 這個是 這個例子 是很偏風的一個例子 在龍珠你都找不到泛民主派的角色 都不是的 阿樂就是泛民主派的 即是 你有很多辦法 你都找不到泛民主派的角色 但為什麼我特別說這件事情呢 就是 其實我們就處於一個這樣的局勢 即是有一幫人很積極 在體制外做事 而另一幫人直接索性 在體制裏面 但他們都真的 為了一個共同 改變社會為目標 去做一些實際 但現在 泛民主派就夾在中間 兩邊不是人 泛民主派就是處於一個花瓶的狀態 其實這個不只是說泛民主派 我不要經常說 好像我們的節目 只是吵架泛民主派 應該是這樣說 香港的民主派 都是處於這個尷尬的局面 包括我們在內 因為 其實香港已經是去到一個 什麼局面呢 就是 政改已經殺到你了 而且你覺得它是會通過的 你陷入一個 你香港現在 全面赤化 你在各方面 國民教育已經在推行 你的下一代已經被洗腦 你現在是 你的經濟層面 你的社會各樣的狀況 你連結被破壞了 你的言論自由受到限制 你很多很多樣東西 已經是令到 覺得香港是一個 沉淪的狀況 講到政制改革 又或者是近日 有些人會說 已經有人開始考慮2016的選舉 或者2015 就是 區議會選舉 對 2015 就是今年年尾 區議會選舉 是有很多雨傘革命之後的 新生代出來 這樣 我想說 其實大家可能不記得了 2012年小弟參選的時候 為什麼2012年小弟參選 其實我也曾經有一個說法 或者大家可能還記得 就是因為我覺得 過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很重要呢 就是因為 其實過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已經在提醒大家 就是說 接下來已經是政改了 第三次的政改了 那有沒有真普選就是 不要說真普選 就是有沒有普選 就好看 究竟那一屆的立法會組成 就是2012年所產生出來的 那一屆的立法會組成 你就會看到 究竟將會通過出一個 什麼面貌的政制改革方案 然後呢 不是然後 不是然後 是再之前 其實在對上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前 也剛剛經歷了另一次的政制改革 而當時有些反民主派變節 有這個民主黨變節 於是我們就會覺得 如果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到一個 立法會的全面換血的話 又或者是當時還未分裂的時候 大家如果沒有辦法 至少有人腳進去 能夠發動到五區公投的話 面對接下來的政改 是束手無策的 而事實上去到現在是什麼呢 現在就是去到面對政改 我們就是束手無策 那看回頭是說什麼呢 看回頭有時候 我自己會發揮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我發揮的地方就是說 現在的困局 其實在很久之前 已經說了給你們聽 很久之前已經告訴你 就算是之前的雨傘革命 也告訴你 那次雨傘革命 如果失敗的話 就大糟糕了 那現在是最 你知道最慘的地方是什麼嗎 最慘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如果有聽過我做節目的朋友 你也知道 其實我講很多東西都中的 中有糟糕嗎 中都沒有糟糕的 你們都不會變的 中都是這樣 社會都是不會變的 有時候 有時候的事情 其實看不到會比較開心 就是你看到 又沒有糟糕的 好了 現在我又講回 剛才第一節說的話題 就是你接下來 你接下來 進心建制 所謂進心建制的意思 就是說 不是變成保皇黨 不是這個意思 我相信湯家驊 說的也不是這個意思 雖然他自己可能有這個心軟 但是他那個在千禧年代的說法 其實都是說他的平台 可能就是說 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始終要參與建制 但是你看看那個立法會組成 你看看立法會的職能 其實立法會已經徹底淪為了一個 連一個叫做有象徵意義的花瓶都不算 譬如舉例我們之前說的三跑 或者舉例很多的例子 已經是不斷地繞過立法會 立法會本身的立法會議員的職能 已經是相當認同虛設 分組點票 功能組別 令到他根本就沒有辦法發揮應有的職能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加上連最基本否決政改 如果假設接下來的政改 都是做不到的話 基本上其實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也就是說接下來是什麼呢 為什麼湯家驊那番話會觸動到 其實湯家驊沒有討論價值 大家都知道 而是 你現在連進入建制的價值都是沒有的 你要釐清進入建制的意思 進入建制的意思是說 你參與整個代議政制 那個政制體系裡面 去帶反對的聲音進入去 反對的聲音也要發出來才行 發出來不是在那裡叫 不是在那裡叫 不是在那裡叫 是沒有意思的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影響到他的 他就讓你在那裡叫 也就是說 如果接下來政改通過了 之後 政改通過了 之後他沒有壓力了 政府沒有壓力再通過 接下來的立法會會變成什麼 現在的立法會和城市論壇有什麼分別呢 是沒有分別的 而沒有分別的地方就是 連李斯堅那些都可能會去選 然後他可能會選到進去 那就應該用謝志峰做主席 可以謝志峰退休預備力 你明白嗎 以前 以前 譬如以前有個說法 大家可能 對於進入建制的說法 我覺得今天有少許的報導 是老屈了湯家驊 是 以前的所謂進入建制的說法 就是 其實你參選就等於進入一個政制體系裡面 其實是 如果體制外抗爭的話 你建制外抗爭的話 就是 建制這個詞語 本身就是現行運作的政治系統 是的 現在參選立法會或者參選區議會 連進入建制都不算 連進入建制都不算 立法會已經降格到成為一個 立法會已經降格到成為一個 差不多是沒有實質影響力的諮詢機構 就是被一班人打咪 講一下話 是的 所以我剛才的說法就是 跟城市論壇有什麼分別 所以為什麼我對於 譬如現在很多新生代 譬如雨傘後什麼力量 雨傘後什麼青年 我都不知如何評價 有更多人出來 當然是好 但目標的是 整個香港政制的發展 或者運動的發展 好像錯了一格 錯了一格 就是那個時間還錯了一格 其實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出來 其實是要在2012年之前沒有出來 或者 現在再去討論就是 民主黨或者凡民主黨 信不信得過 其實這個討論是滯後了很多 實質的情況滯後了很多 譬如最近 如果你本身是本土派的支持者 你可能會覺得很著弱很興奮 譬如反水貨客有成效 一簽多人必 一週一行 近年的本土主義抬頭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朝著一個好的方向去 但是其實滯後了很多 滯後了很多 他已經陷入了一個 現在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 香港的情況就是 某程度上是多了人覺醒的 無論是雨傘革命 雨傘後的本土聲音抬頭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發現自己有肺癌才去戒煙 即是 你都已經有肺癌了 戒煙是要在肺癌之前的 那你現在去到 譬如你患上肺癌之後 那不行了 那我下面決心戒煙 那讚你好還是不讚你好呢 你明不明白 我現在經常在做節目呢 有時候我有點發脾氣的地方就是 你是好像有些現象 開始有些人會覺得醒覺了 要老了 但是你已經生癌症了 但是你做這個 你開始 不行了 我明天要開始長跑 那些都是好的 但是你肌肉萎縮的情況已經開始了 其實醫生就說你下個星期要截肢 那截肢之前 我嘗試再強化肌肉 但是 你有決心也是好事來的 不知道罵你好還是不罵你好 對 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現在處於一個狀況就是 不知道說什麼好 譬如證改 現在終於有一個方案 現在這些方案跟我之前講的 或者今時今日 2015年4月 和我早一年估計今天會出現的情況 是一樣的 究竟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沒有估計過給你聽 好了 估計過給你聽 譬如做政治評論 做時事評論 為什麼要說這些出來呢 說這些出來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是為了大家不要跌入那個狀況 不是為了 我預言 我不是落茶丹馬斯 這不是我的政績 可能要朝這個方向發展 那我講給你聽 那幾年就告訴你 那是否還是這樣 是否還是這樣 預言給你聽 就是告訴你 你要做好準備 不要發生這件事 不知道這件事全部都發生了 我想說 其實已經很遲了 你去到現在這個狀況 又說回英雄本色 那些 如果根據英雄本色的邏輯 其實現在你是要走有黑道 就是你 那條路已經是去到 但問題是香港人 還是還未準備好 譬如雨傘革命之後 雨傘革命佔領完了 佔領完了 我連續了幾集節目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佔領完了之後 我連續了幾集節目 我告訴大家 局勢 未來就會爆亂 唯有爆亂 但又爆亂不起 結果香港人就是不準備好 那香港人不準備好 那怎麼辦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是不是去到 因為其實臨近有選舉年 於是大家又在 又很雀躍 他嘗試找一些他做到的事去做 去嘗試去掙扎一下 也對的 有時候就是 所以我也很想 但你剛才說了 你那個掙扎已經過了 過了你掙扎 而得到拯救的階段 是啊 你如果從一個很想的 心靈畏直 或者以活該快樂的角度來說 人是應該做 怎樣困難也好 才由自己做到的事做起 所有的心靈道讀書 都是這樣教你的 你才由自己身邊 能夠做到的事做起 那些 但是太浪漫了 現在已經很危急了 是不是 已經是 你 譬如以校園槍擊案為例 假設是一個校園槍擊案的現場 我們現在在課室裡面 外面已經有恐怖分子 拿機關槍在掃射 你這個時候做體能訓練 有沒有用呢 哈哈哈哈 其實現在是處於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又開始看到很多人 開始健身 不知道屌不屌根會好 不知道賺不賺你 現在開始又好 舉例 例如接下來選舉年 其實選舉年有很多人 會對熱血公民這個組織 有很大的期望 真的很多人跟我說 你熱血公民接下來 幾個人出來選 拿幾席 那些 拿幾席幹什麼呢 是 否決不了政改 我又不知道否決什麼 接下來 你2016選了 不知道否決什麼 但是有些人又會覺得 難道你還給他們繼續做 我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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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講另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經常講的問題 例如是 是啊 時勢好像變成本土派 或者是我們這些 所謂的 比較前進的組織 或者是這種主張的團體 開始比較備受關注 或者是 接下來選舉 他肯定是投你們 那些人 老實說 我哪能找到幾個人出來選 這是現況來的 即是 很fair 你到時困在一班廣誌選民的面前 你到最後 即是我們 即是不計我 不計我 然後你 譬如你 你隨便名一個主持出來 或者隨便名一個 在議會公民 或者比較有行動力的人物出來 鋼買你出來 那裡都可能不會輸 那些 你明不明白 這個現況是令你很fair 即是很多事情是 你根本 起步太遲 未ready 但是呢 其實世界又變得很快 譬如我叫過日朗選舉 老實說不夠年齡 出生也不夠 生不放肆 譬如你這個例子是很好的 你出生的時間不敢選好一點 你一天又再遲一點 一天又再早一點 你一天再遲一點 你現在坐在這 你十四歲就很震撼 你一天再震撼一點 你老實說 你現在不吊不吊 你這算是甚麼年紀 濕糕 你剛剛現在處於一個 處於巨變的年代 你現在處於一個濕糕的年紀 哈哈哈哈 有時候可能不知道怎麼搞 唉 即是 當然 我曾經告訴你 是怎樣搞的 我曾經告訴你 有條件 有各種事情 譬如是 正改將會過的 媒體 全面赤化 這些狀況 我預言過 給大家聽 譬如無論是 努力做好媒體運動 努力去培養不同的議員工民 希望去做好更多的準備 那些 但我都必須承認 是 是 慢 是慢 這個也是我自己能力所限 所以是 為何要去發展建國的論述 譬如普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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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幾年前說 是兩年前說 還是三年前說 兩年前說 這個普選功略 笑死多天都說 你到底有哪一句 我不敢嚴重你 但問題就是 說了 那件事推動出來 也是慢 那 那些怎樣算好呢 那些事實上 事實上開始是要 要把整個計劃 把整件事的計劃和策略 要去再 再拉長一點的時間 所以 譬如大家可能忘記了 我之前在節目中說過 要建設這個義氣少年軍 那最近發生了很多事 令到我都 丟下了 其實不是丟下了 之前有些事情要想去策劃 進度又比較緩慢 所以 我接下來的心思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 現在的心思 我接下來會把很多心力 放在議會社團軍的建設上 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覺得 到了這個時刻 是要開始部署十年的計劃 是要開始部署十年 那十年計劃 為什麼大家相信 你們都心知肚明 但是 那件事真的要 其實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我覺得 我自己就看不到 有什麼其他的出路 那些 還有舉例 例如二月時報也是這樣 為什麼我最近經常說 九十後 不是說九十後 又說 這個是上位的好時機 冒起的好時機 就是 你看到整個媒體狀況的沒落 以及它對媒體的打壓 以及趁我們還有戰鬥的能耐 還有戰鬥的機會的時候 奮力一搏就此其是也 但是 好事實上 老實說 就是 要事務又未準備好 又未準備好 去 就是 有時候看到這些事情就是 你看到 但是 由出擊的 這個 準備 是 因為那件事是遠比你們想像中複雜的 不是 你說了就有在 有 有 籌備策劃 以及去捧出這件事 是遠比你們想像中複雜的 而事實上 是 這方面是有很多的事情 勒著勒著 所以是 要將那件事再放長線一點 再放長線一點 再放長線一點 未來都要 我就投注多一點 要在少年軍上面 這樣 這個就是 我暫時想到的 我暫時想到的事情 就是 今天是有感而發的 純粹是書法感受的 關於政改的事情 其實是 說完了 當然我不排除之後的節目 可能說完又說 但是其實說完又說 說完又說的事情 我是說了給你們聽的 其實 會是怎樣的結果 將來會是怎樣的局勢 全部都說了給你們聽 那是你講一下 十九 其實之前 即是去年六四的時候 也有說過 如果政改通過 就要衝入立法會 但其實現在 其實當所有香港人都是 現在 當然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很多香港人 都未 ready去勇武 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立法會衝不進 而這個問題 當大家都肯去勇武 肯去衝的時候 我想其實 你也是覺得衝得進 不是 如果大家當 ready的時候 其實可能已經是 又是過了另一個時機 可能已經是 再進一步 落入中共的手上 已經沒有辦法 以建制外 建制外都沒有辦法 再去改變這個社會 可能 時間不等人的了 大家 即是 早一點 做好準備 那些這樣 OK 好 今天心情低落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就 接錄到這裡 差不多為止九點鐘 接下來是 婦女民主連線的時間 還有 新一期二到少年的封面 明天就出了 我們新一期的封面是 就是 支持這個 借絕黑警藍友的頁面 我們就提供多一個 提供多一個 我們這個是出樣子 雖然這個是漫畫人物 這樣 但是 趁一下這個風潮 至於 這個就是 你畫面看到的37期 36期今晚就是 最後買的機會 所以聽完節目 快點幫我衝出去買 因為 今天是星期二 不是 今天是星期二嗎 明天是最後機會 就是這個 粉紅色的封面 如果少年接不接 就看這一期的銷量 所以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多多光顧 如果在街上買不到的話 多數買不到 尤其是到今天 多數買不到 就上網支持我們 訂閱 沒有太多人支持我們就訂閱了 這樣很可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 回來第二節的熱血政治 我們繼續本土起義 要做到本土起義 就很困難 事實上 我最近 情緒有點低落 為甚麼 情緒有點低落 因為 我想 主要都是 兒媽道 沒甚麼特別 事實上 你現在是處於 很低氣壓的狀況 在政局上 這個門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例子 舉個例子 去消化一下我現在想說的 一個比較容易切入的例子 就是推介大家看一套漫畫 就是《慈尚寮一的英雄本性》 《慈尚寮一的英雄本性》中 有兩個男主角 是好兄弟 你們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嗎 沒關係 都是《年代九軟》的漫畫 《慈尚寮一的英雄本性》 《慈尚寮一的英雄本性》 是《慈尚寮一的英雄本性》 那套漫畫叫《英雄本性》 或者有些譯名叫《聖堂教父》 其實就是講 一個黑社會大佬 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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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願才俊 議員 議員助理 最初是議員助理 議員的秘書 之後就去參選的 國會議員 他是在說兩個好兄弟和好朋友 那個故事是說改變社會 這兩個很荒謬的故事 那個改變社會的故事就是 一個是加入黑社會 一個是走向政壇 就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去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這個腐敗、腐朽的日本 然後大概的框架就是這樣 當然中間有很多細節 他們奮鬥、向上爬 總之大家兩條路向上爬 你就在白道向上爬 我就在黑道向上爬 那個是很典型的 一個梟雄式的英雄故事的結構 然後當然中間有很多很豪情的東西好看 之類的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我想說就是在一套漫畫裏面 以改變世界為目標 或者以改變社會為目標 用極端的手段 黑道的手段 或者是滲入社會的潛規則 從而改變世界 或者在一個白道的世界 在一個建制的世界裏面 去改變這個建制 然後從而去扭轉社會的面貌 我想說在整套英雄本色裏面 你是找不到泛民主派的角色 當然這個例子是很偏風的 在龍珠你都找不到泛民主派的角色 也不是的 阿樂就是泛民主派的 即是 你很多人都找不到泛民主派的角色 但為什麼我特別說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就處於一個這樣的局勢 即是有一班人很積極在體制外做事 而另一班人直接索性在體制裏面 但他們都真是為了一個共同 改變社會為目標去做一些實際 但現在泛民主派就夾在中間 兩邊不是人 泛民主派就是處於一個花瓶的狀態 其實這個不只是說泛民主派 我不要經常說好像我們的節目 只是吊咬泛民主派 應該是這樣說 香港的民主派都是處於這個尷尬的局面 包括我們在內也是 因為其實香港已經去到一個什麼局面呢 就是政改已經殺到你了 而且你覺得它是會通過到的 你陷入一個 你香港現在全面赤化 你在各方面國民教育已經在推行 你的下一代已經被洗腦 你現在是 你的經濟層面 你的社會各樣的狀況 你的廉潔被破壞了 你的言論自由受到限制 你很多很多樣東西 已經是令到 覺得香港是一個沉淪的狀況 講到政制改革 又或者是近日 有些人會說 已經有人開始考慮2016的選舉 或者2015 就是 區議會選舉 對 2015 就是今年年尾 區議會選舉 是有很多雨傘革命之後的 新生代出來 我想說 大家可能忘記了 2012年小弟參選的時候 為什麼2012年小弟參選 其實我也曾經有一個說法 或者大家可能還記得 就是因為我覺得 過一屆的立法會選舉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很重要呢 就是因為 其實過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已經提醒大家 接下來已經是政改了 第三次的政改了 有沒有普選就是 不要說真普選 有沒有普選 就好看 究竟那一屆的立法會組成 就是2012年所產生出來的 那一屆的立法會組成 你就會看到 究竟將會通過出一個什麼面貌的政制改革方案 然後呢 不是然後 不是然後 是再之前 其實在 對上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前 也剛剛經歷了另一次的政制改革 而當時有些凡民主派變節 有民主黨變節 於是 我們就會覺得 如果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到一個立法會的全面換血的話 又或者是當時還未分裂的時候 就是大家 如果沒有辦法 起碼有人腳進去 能夠發動到五區公投的話 面對接下來的政改 是束手無策的 而事實上去到現在是什麼呢 現在就是去到面對政改 我們便是束手無策 那看回頭是說什麼呢 看回頭有時候 我自己會很重新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我重新的地方就是 現在的困局 其實在很久之前已經說了給你們聽 很久之前已經說了給你們聽 就算是之前的雨傘革命都說了給你們聽 那次雨傘革命如果失敗了的話 就大糟糕了 那現在是 你知道最慘的地方是什麼嗎 最慘的地方就是 其實如果有聽過我做節目的朋友 你也知道 其實我講很多話要重新的 重新有什麼用嗎 重新都沒有什麼用的 你們都不會變的 重新都是這樣的 社會都是不會變的 有時候這些事情 其實看不到會比較開心 就是你看到又沒有什麼樣子 好了 譬如我又講回剛才第一節說過的話題 就是你接下來 你接下來 進新建制 所謂進新建制的意思 就是說 不是變成賭王黨 不是什麼意思 我相信湯家驊說過也不是什麼意思 雖然他自己可能有這樣的心軟 但是他那個 在千禧年代的說法 其實都是說他的平台 可能就是說 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始終要參與建制 但是你看看那個立法會組成 你看看立法會的職能 其實立法會已經徹底淪為了一個 連一個有象徵意義的花瓶都不算 譬如我們之前說的三跑 或者說很多例子 已經是不斷繞過立法會 立法會本身的立法會議員的職能 已經是相當形同虛設 分組點票 功能組別 令到他根本沒有辦法發揮應有的職能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加上連最基本的 否決政改這件事 如果假設接下來的政改 都是做不到的話 基本上其實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也就是說接下來是什麼呢 為什麼湯家驊的那番話會觸動到 其實湯家驊沒有討論價值 大家都知道 而是 你現在連進入建制的價值都是沒有的 你要釐清進入建制的意思是什麼 建制的意思就是說 你參與整個代議政制的體系裡面 帶反對的聲音進入去 那些反對的聲音都可以發出來才行 發出來不是只在那裡叫 不是像大禁句 要派在那裡叫的 這是沒有意思的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影響到他的 他就被你在那裡說 也就是說 如果接下來政改通過了 那之後政改通過了 那之後他沒有壓力了 政府沒有壓力再通過 那接下來的立法會會變成什麼 接下來的立法會和城市論壇有什麼分別呢 是沒有分別的 而沒有分別的地方就是 連李斯堅那些都可能會去選 接著他可能會選到進去 那就應該用謝志峰做主席 可以謝志峰退休預備力 你明不明白 以前 譬如以前有個說法 大家可能對於進入建制的說法 就是我覺得今天有少許報導是老屈了湯家驊 是 是 以前那個所謂進入建制的說法就是 其實你參選就等於是進入這個政制體系裡面 其實是 如果體制外抗爭的話 你建制外抗爭的話 就不就是 即建制這個詞語本身就是 現行運作的政治系統 是的 那麼現在呢 參選立法會或者參選區議會 連進入建制都不算了 連進入建制都不算了 立法會已經降格到成為一個 立法會已經降格到成為一個 差不多是沒有實質影響力的諮詢機構 即是被一班人來打咪 講一下話 是的 所以我剛才的說法就是 跟城市論壇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為什麼我對於 譬如現在很多 新生代 譬如雨傘後 什麼什麼力量 雨傘後 什麼青年 什麼青年 去加 我也不知道怎麼評價 好 有更多人出來 那當然是好 但是target的東西 為什麼好像 整個香港那個 政制的發展 或者是那個運動的發展 好像錯了一格 錯了一格 就是那個時間 其實這一堆東西 如果是沒有出來 其實是要在2012年之前沒有出來 又或者那個翻臉 就是現在再去討論 就是民主黨 或者凡民主黨 信不信得過 其實這個討論是滯後了很多 實際的情況滯後了很多 譬如最近 大家如果本身是本土派的支持者 你可能會覺得很像藥很興奮 譬如反水貨客有成效 一簽多人必 一週一行 近年本土主義的抬頭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朝著一個好的方向去 但是其實滯後了很多 滯後了很多 它已經是陷入了一個 現在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 香港的情況就是 某程度上是多了人覺醒的 無論是雨傘革命 雨傘後的本土聲音的抬頭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發現自己有肺痕才會戒煙 就是你已經肺痕了